為您介紹一下松達日式激光桌 它有三種材質 一種是像目前這個 它是人造石可以搭配整首的裝潢或者是牆壁做食用 那另外一種是做大椅子 也有木質的桌面 可以做選擇 然後這個日式的激光桌 它的長寬高是120 60 然後 高度的話是85 那可以依照 那個技師的身高去做調整 有5公分的range 那我們調整的 模式孔位是在這裡 把它放鬆 然後退一個孔位之後再鎖緊 它就可以降低了 然後我們來看 我們可以增加一層料價或者是兩層料價 這個也可以做選購 然後 這個 跨架是可以 可以讓你跨放 研磨手機用的 然後 這個 這個台燈乳酷 它是 搭載著 這個網美的 環形燈 跟放大鏡 OK 然後我們來開看看它的效果 好 我們點亮它一下 然後可以依據我們按壓的持續可以讓它更亮或者是更暗 好 能夠讓技師在研磨上面 更清楚 OK 然後關閉的話 也是再按一下 它就做關閉的動作 然後 因為這個 激光桌 它是接110的 所以說它的總開關是在這裡 一個綠色的 燈然後我們把它 往上扳 它就 啟動了 那下方是有一個保險絲 10A的保險絲 預防它復掌 那 這邊 這是吸塵器的旋鈕 我們可以透過調整 然後 讓吸塵器的強弱 做改變 哇你看 是不是很強 然後 這邊有一個碳 這邊有一個碳的 數字 是代表說 吸塵器的碳刷使用的 時速 當 這個技術 跳到450的時候 就是告知使用者 這個吸塵器的碳刷 必須做更換 那下方會有一個USB 我們可以去接到 這個放大鏡 或者是我們充 那個智慧型手機 做一個充電的 動作 然後 這邊 會有分隔的層架 可以讓技師們 去依照他的 使用習慣 去放置 那在第2層 第2層的話 它是一個 集塵箱 會有集塵袋 跟濾芯 那時間到了 也是必須做更換的動作 把推到 才可以關起來 那在 技師的右手邊這邊 會有空壓 他可以吹出氣體 那 因為目前 沒有接到氣 所以他沒有吹出來 OK 然後我們可以去觀察說 到底氣 空壓有沒有夠 那再往右 這邊延伸的話 這個空間可以讓 技師去放 研磨的馬達 如果技師不想 佔用桌面上太多的位置 可以把研磨機的馬達放在這邊 然後透過這個孔 接出 研磨手機來 OK 然後下方 是一個 技師的置物櫃 可以放 技師的一些雜物 OK 然後再來 這邊會有一個開關 各位一定會很好奇說 這個是到底做什麼用的 我們把開關打開之後 他會吹出微微的風 然後我用 衛生紙去示意到他 這個作用是為什麼 是因為 即使他在做蠟的時候 必須要透過 用嘴巴吹氣的方式 讓熱 讓蠟去擰卻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開關 吹出氣體 一樣也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這邊 可以 有一個空間讓技師去擺放他的 一些雜物 那裡面 也會有一些 有一個插座 去做充電 大致上就這樣子 思想沒有 非常有緣 非常 aplaus 謝謝 issha 之下 好好